大家好,我们是台中市政府主记处第五科,以下来为您介绍第五科的业务。 台中市总决算编造及审定程序,行政院主记总处编制作业手册后,由主记处发放手册,各机关依据手册内容编造单位决算,财政局编造财产总目录及事库收支报告后,由主记处汇编总决算,并依规定市政府于4月底前将总决算送请审计处审核, 在由审计处编造最终审定数额表,于决算送达后三个月内完成审核,审计处并向市议会提出审核报告,等市议会审议通过后,审计处将最终审定数额表送请市政府公告。 想要查阅决算数,来主记处网站预决算业务,想要查阅决算审定数,来主记处网站预决算业务,可连接至审计部网站查询,如果想要更久远的决算资料,就要到统计业务中查询,你的需求我们来满足你。 未能符合国际发展趋势,即增进政府财务资讯完整性及有用性,本市自107年度起,正式实施台中市普通公务单位会计制度,即总会计制度,本处按月审核各机关会计月报后,汇编总预算收支执行情形。 另,各机关会计报告除涉及应保守秘密之部分外,可公告于各该机关网站或张贴于机关内部适当处,提供报告使用者监督政府。 各机关于年度开始前取得各计划预算执行额度,并于年度中依照计划执行进度办理各项业务,为于接近年底时,部分计划因各种因素未及于当年度办理完毕,而由转入下年度继续执行之需求时, 以各项规定办理税初预算保留事宜,各机关确实审查,并由本处审核后禀办复含核定税初保留,转入下年度继续执行。 主计处也是台中市会计业务,内部控制的守门员,台中市共29个行政区,232个机关,307所各级学校,只要有机关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身影, 我们会定期或机动性到各机关学校实地访查,督促各机关学校确实办理会计业务,内部审核以健全财务,同时提供建议改善意见。 哈罗,各位我们现在来谈谈,为什么政府要推动内部控制呢? 在过去政府机关增发生舞弊案件,为了防堵制度内的漏洞,政府机关近几年致力推动内部控制,以促进并合理确保实现施政效能,遵循法令规定,保障资产安全及提供可靠资讯之目标。 而内部控制是什么呢? 它组成的要素分别为控制环境,风险评估,控制作业,资讯与沟通及监督,也就是透过机关首长与机关每位同人共同施行,将机关内部可能发生的风险辨认出来,进一步设计检查,除错机制,使得高风险业务发生错误与失误的几率降低。 另外将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讯息回馈及检讨,并定期检测这个制度。这就叫做内部控制。 以上是第五科的业务简介。